大家好,我是老孩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自媒体创业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其实和大多数刚开始兼职做自媒体的朋友不太一样 更多的像这种是比较注重前期投入一定的成本 然后扩大规模或者是掌握一个玩法 然后去运营一个公司 主要其实不是靠自己去做 靠的就是这种传统的运营公司的模式 然后进行创业 那么自媒体创业可以说在今天为止 给大家一个非常诚恳的建议 就是一定要慎重一些 大多数的传统做企业的 做实体的也好 或者是做互联网企业的这些老板们 一般都不太适合自媒体创业 原因很简单 因为大家想要掌握一些方法 一些操作的模式 基本上都是时效性非常有限的 也就是说你做不了几个月 可能就做不了了 甚至很多的方法 你刚开始的时候就注定了做不了 曾经咱们也见过全网 200多万粉丝的这种账号 然后独立出来去做创业 结果就失败了 一年的话赔了大几十万 当然这个肯定不是个例 很多人其实比较重视这种规模化作业 或者叫正规化运营 以为这种操作能够让自媒体的收益最大化 其实并不是自媒体这个行业 说白了还是散兵游泳去操作 主要针对的群体就是不一样的 大多数人做自媒体的目的其实很简单 就是获得一个兼职的收入 这里的兼职收入对于很多人来说 其实要求并没有那么高 虽然大家对于收益方面有这种期望 但是实际做起来得到的结果 其实并不会那么多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选择做自媒体 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是为了收益 那么这里的收益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 就是想要获取收益是可以的 自媒体这个行业 也会给大家提供相应的机会 但是对于新手来说 一定要再加上一个附加的条件 就是要零成本 不付出成本 或者是低成本的 进入这个行业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自媒体的门槛非常低 这里的门槛低 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个就是准入的要求非常低 注册一个账号 这个基本上有个手机号 一个身份证就可以注册 很简单 同时开通收益的门槛也很低 当然不同平台要求不一样 大多数的平台 基本上都是没要求的 也就是你注册账号 就给你开通收益 有一些平台会有一定的粉丝量 或者是播放量的要求 但是这个要求其实 对比整个平台的流量和 创作者规模来看的话 还是比较低的 因为你达不到这个要求 就意味着没有办法赚钱 所以开不开通收益 也没有什么关系 另外一个层面的含义 就是自媒体 它没有投入的成本 不需要大家往里面投钱 你就可以在这个含义里面 去获取收益 去赚钱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也是我们做自媒体 一定要明白的道理 那么说到自媒体的收益 其实在自媒体这个行业里边 收入的差距是巨大的 任何行业 其实都是符合28定律的 这里的28定律 不是说具体到20% 80% 而是说任何的行业 都是有头部 能够去赚钱的 这样一部分人的 其他的人 大多数是不赚钱的 这个是很常规的现象 也很正常 所以作为普通人 你想赚钱 肯定不能去做那80% 一定是要往头部去走的 这样的话 才能获得比较高的收入 如果只是想普通的 简单的做内容 随便发一发 然后获取一个非常低的 非常基础的收益 这个其实很简单 也就是意味着 大家要做80% 这个就很简单 但是想成为20% 想做头部 就必须得按照 一定的要求去做 你如果不做头部的话 那就不要幻想着高收益 所以对于很多新手来说 不要说一边又想着高收益 一边又这也不行 那也不做 就觉得自己自主性非常强 千万不要这样 你挑来挑去 到最后 其实还是浪费了时间 浪费了精力 自媒体说到底 其实很简单 就是什么赚钱 你就做什么 怎么赚钱 就怎么做 就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同时还有一个 对于自媒体红利七 这个词 很多人了解到这个词 叫做中视频 有这么一个概念 那还有一个词 叫做中视频计划 这个是针对 个别平台的一个活动 那么这个活动的目的 就是把横屏竖屏 两种形式的视频 给它打通 两个平台打通之后 那么竖屏的这个视频 也可以获得收益 同时 横屏竖屏 两端的流量可以互通 这个用户群体 也可以互通 对于平台来说是好事 那么中视频这个概念 其实就是一分钟以上 一个小时以内的这个视频时长 叫做中视频 这个其实是对比两个不同的概念 一个是短视频 就是一分钟以内的 另外一个就是长视频 就是一小时以上的长视频 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电影 电视剧 网络大电影等等 这种形式的视频 那么自媒体中视频 当然还有一定的平台的要求 那么这个属于是目前 根据流量机制 去判定的一些衍生的规则 就是视频尽量要在五分钟以上 五分钟以内的视频 不是没有流量 肯定的也有流量 但是单价很低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特殊的要求 这些东西和自媒体的收益高低 有关系吗 说句实话 其实是没有的 没任何关系 真正影响收益的 还是那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流量 你的账号有没有流量 这是很关键的 当然这个流量 指的是长期的平均流量 不是说新手一上来注册个账号 发几个视频没流量 这种什么问题都看不出来 很多时候流量特别低 只能说明你的内容有问题 同时有一些有问题的内容 它也能获取流量 所以新手账号不看流量 甚至都不看所有的数据 要看的是什么 就是长期运营的平均数据 另外一个就是单价 没有单价就没有高收益 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认同 如果你每天有100万的播放量 你的单价是一块钱 那也赚不到钱 一个月也就是两三千块钱 但这个收益就已经非常低了 但是如果你的单价是50块钱 每天有100万的播放量 那这个收益就非常高了 这就是很大的区别 所以做自媒体 其实大家不要想的那么困难 赚钱的人还是有的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方法问题 你不掌握方法 不要说什么自媒体创业了 什么规模化运营 团队操作 这个其实都是幻想 甚至连新手阶段你都过不了 很多人最简单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视频数量增加之后 累积上去之后 这个流量平均的就会不断的上涨 你的账号收益就是会慢慢起来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很多人就是只能听懂 就是做不到 这就是区别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 想要系统学习自媒体的朋友 可以了解一下咱们的课程 课程价格也不贵 108块钱 课程的介绍就在视频的下方 感谢大家点赞观众 支持咱们下期